加護病房塞爆病患躺在醫院外垂死掙扎 同時又不斷有病患被送進來 印度疫情慘重 23日新增超過33.2萬人確診 創下全球國家單日確診數新高 而就在21日又有300名搭機乘客 抵達印度阿薩姆邦希爾恰爾機場之後 拒絕接受裁檢 拿完行李就逃走不見人影 媒體指出印度民眾只要花錢 就能買到陰性證明搭機出國 加拿大就是受害國家 因為印度旅客只佔了 加國入境旅客的20% 但驗出陽性的旅客卻有一半都來自印度 加拿大因此宣布 禁止來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航班入境 為期30天 英國和阿聯也已禁止 從印度出發的航班入境 印度各地醫院上演氧氣爭奪戰 工業用氧氣桶都被要求轉送到醫院 大半夜火車都出動運送 鄰國尼泊爾的世界第一高峰 聖母峰也淪陷 一名挪威登山客和巷島雪霸雙雙染疫 幸好已經康復 但對於高度仰賴登山觀光收入的 尼泊爾來說 無疑是一大打擊 記者李勤綜合報導 記者李勤維 從文章商人科院時期見 文章商人科院時期見 感谢观看